《猎王记上》第十章 世巴女王听到所罗门 引耶和华的名所得的名声 就来要用难题试试她 她带着大批随员到耶路撒冷来 又有骆驼驮着香料 许多金子和宝石 她来到所罗门那里 就把她心里所有的难题都对她说出来 所罗门把她所有的问题都给她解说明白 没有一件事难倒王 是王不能回答她的 世巴女王看见所罗门的一切智慧 和她建造的宫殿 桌上的食物 臣仆的座位 仆人的侍候 他们的服饰 王的酒证和王在耶和华的殿线上的繁迹 就惊奇地不知所措 于是她对王说 我在本国听见有关你的事和你的智慧 原来都是真的 以前我并不相信那些话 等到我来了 亲眼看见 才知道人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 你的智慧和财富超过我所听闻的 属你的人是有福的 你的这些臣仆是有福的 他们常常视力在你面前 聆听你的智慧 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昌颂的 他喜悦你 使你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上 因为耶和华永远喜爱以色列 所以立你做王 要你秉行公益 于是士巴女王把约四千公斤金子 大批香料和宝石送给王 以后奉来的香料再也没有像士巴女王送给所罗门的那么多 此外从俄斐运金子来的西兰船队 又从俄斐运了大批檀香木和宝石来 王用檀香木为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做栏杆 又为歌唱的做琴瑟 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檀香木运来 也没有人看见过直到今日 所罗门王照着士巴女王所愿所求的一切赐给他 另外又厚厚地馈赠他 于是女王和他的臣仆都返回本国去了 所罗门每年收入的金子重两万三千公斤 另外还有从商人和行商的客税 阿拉伯猪王和国内省长的收入 所罗门王用锤炼好的金子做了二百面大盾牌 每一面大盾牌用金子七公斤 又用锤炼好的金子做了三百面小盾牌 每一面小盾牌用金子两公斤 王把这些盾牌都放在黎巴嫩灵宫 王又做了一个象牙大宝座 贴上了金金 那宝座有六级台阶 宝座的后背有一个圆顶 坐处的两旁有一个扶手 扶手的旁边各有一只狮子站立着 在六级台阶上共有十二只狮子站着 左边一只 右边一只 在列国中都没有这样做过 所罗门的一切悲绝都是金子做的 黎巴嫩灵宫里的一切器皿 也都是金金做的 没有用银子做的 原来在所罗门王的时代 银子算不得什么 因为王有他师船队与西兰船队一同在海上航行 他师船队三年一次运来金银 象牙 猿猴和孔雀 所罗门王的财富和智慧超过了世界上所有的君王 世上所有的君王都要求敬见所罗门 聆听神赋予他心中的智慧 他们个人都带着自己的贡物而来 就是银器 金器 衣裳 军械 香料 马和裸等 年年都是这样 所罗门聚集战车和寄兵 他有战车一千四百辆 寄兵一万二千人 安置在屯车城和耶路撒冷 就是与王在一起 王在耶路撒冷使银子好像石头一样 使香伯木好像平原的桑树那么多 所罗门的马是从埃及和古厄运出来的 是王的商人从古厄按着定价买来的 从埃及运上来的车 每辆银子六千八百四十克 马每匹一千七百一十克 赫人众王和亚兰诸王 也都是这样经他们的手买来的